都發局辦公室 民眾抽號碼牌等待 史上最大租金補貼方案 七月三日開放申請 一直到二零二十四年 十二月底截止 補助總預算高達三百億元 我一個月花兩萬塊租房子花 然後扣掉五千塊 五千塊我可以給小朋友 比如說尿布啊什麼的 就有差 家庭成員每人平均月收入 低於四萬八千元 審核通過後 每月可以領兩千到五千元 不等補貼 台北市甚至最高八千元 民眾分別有零貴 線上書面寄送三種申請方法 只要備其申請書 戶獲民部銀本 電子戶籍騰本等資料 就可以送監 可能會針對一些 這個像新婚 或是一些育兒的家庭 有育兒未成年家庭的 這一些的民眾 補貼改版二點零 年齡下手的十八歲 預期收回族群達到五十萬戶 首播申請通過的民眾 這次不需要重新申請 也放寬房屋適用範圍 另外還有加碼條件 像是成年未達四十歲單身 可以領取1.2倍 新婚家庭1.3倍 還有未成年子女 一人1.4倍 兩人1.6倍 多一人就多0.2倍 預估減輕民眾租金 兩成至四成負擔 台北市符合第一級的 這個低收入 假設有三名未成年子女的話 那它會有一個 1.8倍的加碼的急劇補助 那所以試算下來的話 就每個月等於說 大概可以領到 一萬四千四百元 這樣子的租金補貼 不過租客申請補貼 房東的租金所得 就要報稅 就把房東也提高租金 新站員也推公益出租人 房東享有自用住宅稅率 百分之一點二 綜合所得稅 每個月租金收入 最高一萬元免稅等優惠 可能也是政府要去加強 這個對租賃市場的掌握度 一旦你能夠掌握 他的租賃行為 已經不會有曝光 不曝光的問題了 政策實施第一天 已經湧現申請人潮 只要相關配套能完善 租金補助才能讓房客 看得到也吃得到 就中天見王一婷 TV報導